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圈肢的时候你可以用四根棒针也可以用这个环形针都可以 那这一款帽子呢它跟咱们前面的第247级的那一款帽子的这个主体的织法呢 其实是完全一样的差别只是这个帽边不同 那么它们的主体呢都是咱们要先织成这样一个要织成这样一个织片 那最后呢再把它这样缝合起来 然后呢再去在这个边缘条边去织帽边 然后呢这个主体呢它们的织法呢相同只是片数不同 第247级的那一款贝内帽 因为贝内帽比较大嘛 所以它是需要有六个这样的一二三四五 有六个这样的单元支片来组成的 但是今天这一款帽子呢它只需要五片就够了 咱们成能带的五片是足够的 好也就是这样是一片 这个是两片 这样是三片 四片 五片 织好了五个单元片 然后再去把它缝合起来织帽边就可以 然后每一个单元片的织法呢 又是一模一样完全相同 好 每一个单元支片呢 都是一共织的有42行 怎么看呢 大家来看一下 好 我们比如说看第二个支片 凸起的这个是三行的上针 凹下去的是三行的下针 三加三就是六行 那么这样一个六为一组的话 这样一个单元支片呢 一共有七组的六 好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是吧 一共有七组的六 这一边呢就开始是第三个支片了 所以七六四十二 所以每一个单元支片咱们一共要支42行 这42行呢就是由七个六组成的 然后每一个六的支法呢又是完全相同的 也就是三行上针三行下针 这为一个六 支完了之后 然后我们后面的每一个六 它的支法呢都是重复第一组六行的支法就可以 好 这是呢这一款帽子的一个简单的思路 其实呢都是特别简单的 全部都是由上下针来支出来的 这个除了棒针其他的工具就是基础工具 剪刀缝合针和记号扣 开始起针来支 这个帽子呢成轮带呢咱们起34针 我们在线的一端打个活结 把这个线圈呢 也就是这个活结套到咱们的棒针上就可以了哈 现在我们就起针 咱们起针呢特别简单 这个棒针上这个线圈现在就是咱们的第一针 接下来咱们用右针穿过第一针 以支下针的方式穿过去挂线 挑出 把挑出的线圈套到左针上 这样呢我们就起好了两针 接下来咱们就重复这个方法 右针穿到第二个线圈里面 挂线挑出 也就是相当于支了一个下针 好这样我们就得了三针 我们就重复这个方法起34针 34针起好了哈 起好了现在咱们就开始支了 我们现在开始支第一个单元支片 每一个单元支片的支法都完全相同 然后现在开始第一个单元支片的第一组的六行 后面的剩下的六组的六行跟他的支法都相同 好第一行的支法是 咱们第一针支下针 第二针也是下针 第一行的支法就是不加不减 每一针全部都支下针 第一行剩下最后一针 支完了翻过来第二行 第二行咱们的第一针 也就是除了第一行的第一针 咱们需要支 后面的每一行的第一针 咱们都不支 就是把它调下 也叫做滑针 好我们第二行的支法是第一针 反调不支 再把支线还是让它在上面 反调不支之后 我们在不加不减 每一针都支上针 一直的支到还剩下最后两针 第二行 这里剩下最后两针了 咱们把支线放到右针的下面 最后两针咱们要进行一个并针 也就是收针 咱们用右针 从后面往前面路针 同时穿过这两针 同时穿过这两个线圈 挂线挑出 也就是这两针 咱们同时支了一个下针 并且是左边的下针在上面 这个又叫做左上二并一的下针 好 这就是第二行的支法 那我这里呢 在刚才并针的这一头呢 咱们放个记号扣 好 也就是每一次知道有记号扣的这一边的时候 咱们就是知道这个地方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就是要并针 翻过来第三行 单速行 单速行咱们就是不加不减的支 好 第一针又是反条不支 右针放到支线的下面 以支上针的方式调下不支 因为上针又叫做反针 所以第一针是反条不支 然后我们把支线放到右针的下面 接下来就不加不减 全部都支下针 第三行剩下最后一针也是下针 支完了我们又翻过来第四行 每次到双速行的时候 看到没有 到左边记号扣的位置 咱们就要减针 好 第四行的支法是 第一针反条不支 把支线放下去 然后就不加不减 全部都支下针 也是要知道最后剩下两针 咱们要减针 第四行又来到最后两针 那我们又要减针了 减针方法跟第二行是一样的 也是左上二并一的下 右针从后面往前面路针 同时穿过这两个线圈挂线挑出 好 所以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里支了四行 然后这旁边就会有两个辫子 这一边也会有两个辫子 好翻过来第五行 第五行的支法 第一针反条不支 后面不加不减 全部都支上针 第五行还剩下最后一针 也是支上针 支完了翻过来第六行 第六行因为第一针是下针 下针又叫做正针 所以我们右针放到支线的上面 以支下针的方式挑下不支 这个也叫做正条不支 然后我们就不加不减 全部都支下针 同样道理呢 又是双数行 所以我们又是这样不加不减的支 支到剩下最后两针的时候 再来减针 第六行剩下最后三针 好 咱们支个下针 然后就剩下两针 用同样的方法进行左上二并一 这样呢 我们就完成了其中的一组的六行 大家看一下 凸起的就是三行的上 凹下去的就是三行的下 加起来就一共是六行 那么简针的这里呢 就是咱们的帽顶 咱们的帽顶 这一边呢是咱们的帽颜 好 那后面呢 咱们就重复这里六行的支法 一共要支七组的六行 好 这里时间关系我再给大家演示 第二组的六行 后面呢 大家就自己来支好 现在是第二组的六行 我从第一行开始说起 它的支法跟前面是一样的 差别只是第一行的第一针不同而已 好 第二组六行的第一行 它的支法是第一针反条不支 支线放下去 然后就不加不减全部都支下针 第一行剩下最后一针也是下针支完 翻过来第二行 第二行的支法是 第一针反条不支 后面不加不减全部都支上针 支到剩下最后两行来减针 二行剩下最后两针了 这个时候先把支线放到右针的下面 然后我们再去二并一 方法跟前面都相同 所以大家看这里呢这条边就是 逐渐的往后面的倾斜的 斜着过来的 翻过来第三行 第一针反条不支支线放下去 后面就不加不减全部都支下针 第三行最后一针下针 翻过来第四行 第四行的支法 第一针反条不支支线放下去 然后就不加不减全部都支下针 一直支到剩下最后两针 第四行剩下最后两针 二并一方法跟前面的都相同 每次到这里并针的时候方法都相同 翻过来第五行 第五行第一针也是反条不支 后面不加不减全部都支上针 第五行剩下最后一针也是上针 翻过来第六行 第二组六行的最后一行呢是吧 好我们第一针是正条不支 能后就不加不减全部都支下针 一直支到剩下最后两针 第六行剩下最后三针 咱们支下针 能后就剩下最后两针 这两针也是二并一 好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又完成了一组的六行 这是一组六行 这是第二组的六行 是不是 所以我们后面的每一组的六行 跟它的前面第一组 或者跟第二组的支法呢 就是完全相同 也就是不管你棒针上有多少针 针数是多少 我们的方法就是这样一支的支 一模一样的支 好那么新手宝宝建议大家可以及时的检查一下 万一错了咱们可以及时的反攻 好比如说我们这里 我这里已经支了两个六 也就是支了十二行 支了十二行呢 那么两侧就会分别有六个辫子 一二三四五六 就会有六个辫子 好然后这一边呢 也是会有六个辫子 如果我们没有知错的话 一二三四五六 也是有六个辫子的 然后呢十二行一共会减掉有六针 所以现在棒针上剩下的帧数就是 三十四减六就是二十八针 大家可以数一下自己的检查一下 好大家呢用这个方法一直的去支 一直支到第四十行 支到第四十行的时候 也就是咱们减了二十针 棒针上只剩下十四针 两侧分别各有二十个辫子的时候 咱们再回来 四十行已经支完了 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三行加这里三行 这个为一组的六行 好这是一个六 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六六三十六 然后这里三行的上 这里一行的下就刚好四十行 四十行就减了二十针 现在棒针上剩下的三十四减二十 还有十四针 然后两侧我也数到分别有二十个辫子 大家呢知道这个样子 好知道这个样子呢 就说明咱们这一个单元支片 就只剩下最后两行了 因为我们一个单元支片 一共是四十二行 那最后两行呢 咱们就不减针 好就不减针 好第四十一行 第一针返条不支 后面不加不减 全部支上针 第四十一行 最后一针也是上针 翻过来第四十二行 也就是咱们的最后一行 第一针是正条不支 后面呢就不加不减 全部都支下针 也就是第四十二行 最后一行的这个双速行 咱们不减针 直接不加不减的支就可以 好第四十二行支完了 那这样的一个完整的单元支片 咱们就支完了 现在呢我们棒针上呢 少了二十针 我们接下来就从这个斜边这里 挑针 挑回二十针 然后又补齐到我们起的三十四针 来去开始支第二个支片 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挑针 这个挑针呢 就是在这条斜边上挑针 对应的一个辫子 咱们挑一针 一个辫子咱们挑一针就可以 因为我们这里支了四十二行 所以两侧呢就是这个斜边跟这一条边 现在一共有二十一个辫子 但是咱们只要挑回二十针 所以我们现在呢 好大家看一下 棒针上这个线圈不算 棒针这个线圈底下的这个辫子 这个辫子呢咱们不挑针 这个是我们后面支第四十一四十二行 支出来的辫子 咱们从第二个辫子开始挑第一针 好咱们穿过去 注意挑针穿过的都是这个辫子 两根线 挂线挑出 这样相当于加了一针 就是挑了一针 好就这样一次挑过去 每次穿过的都是辫子两根线 三针 四 五 挑针的时候手劲可以适当的紧一点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好最后一针 就是咱们记号扣的这一针 二十 咱们挑回到二十针 所以现在棒针上又回到了我们的起针数的三十四针 好那现在我们反过来 我们就开始编织第二个支片了 那第二个支片跟第一个支片一模一样 也是一共要支七组的六一共四十二行方法呢是一样的哈 一模一样 除了第一行的第一针不同其他的就是完全相同 好第二个支片第一行 第一针咱们反条布支 再把支线放下去 后面就不加不减全部都支下针 只有第一行第一针不同 后面呢所有的那个编织方法都是完全相同的 好大家呢这里就参考一下咱们第一个支片的方法 就这样一直的去支 把第二个支片呢一直把它支好 也是要支出四十二行 四十二行支完之后呢 然后我们也是跟刚才第一片一样 在旁边去调针 补回到三十四针 然后又去开始第三个支片 就这样的一直的去支 然后这个帽子呢 咱们一共呢就是要支 像这样的一共要支五个支片就可以哈 咱们成能带了五个支片呢 是足够的 大家呢就这样一直的支 好来看一下 从这里到这里是一个支片 然后呢这里是两个支片 好到这个地方呢是三个支片 然后呢到这个地方是四个支片 到这个地方呢就是第五个支片 那大家呢就要这样一直的像我这里这样一直的支 支到第五个支片 然后呢挑回到二十针 然后这个帽子主体呢就结束了 接下来呢咱们就可以来缝合 这是缝合哈 我们看一下怎么缝合 这个呢是帽子的外面 然后我们让外面相对 让这个帽子的里面朝向我们 接下来咱们要把棒针上的这里的三十四针 跟我们起针的三十四针呢来去一一对应的缝合在一起就可以哈 那大家来观察一下咱们起针的这个地方 这里呢是有非常明显的一行的洞 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的起针的地方这里呢 对应的会有这样一个一个的洞 我刚才数了一下 一共就是从这个地方到咱们这一边顶上呢 一共是三十四个三十三个洞 三十三个洞 所以呢也就是少了一个 少了一个怎么办呢 我们就从顶上这边 好我们从顶上这边找个地方路针 好我们在这个地方挑一下哈 从这个地方的来路针开始去收 我们右针穿过棒针 穿过左针的第一针 然后再穿到这一边 这个是第一个洞 我们在第一个洞的右边 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来去路针 找个合适的地方路针 大家看一下 然后挂线 挑出 再带过棒针上的线圈 然后我们退掉第一针 接下来穿过第二针 然后这一边呢就开始穿过第一个洞了哈 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一边 缝合的时候一定是依次的一个一个洞对过去 中间千万不能漏掉了哈 如果漏掉的话最后缝合就会有点歪 然后你棒针上的针数就会发现多了哈 好我们带过后面洞 再带过棒针上的这个线圈 这个时候右针上有两个线圈 咱们把后面这一针拨收过来 好 我们接下来就重复这个方法就可以哈 第三针一定要注意中间不要漏掉了 一一的对应 咱们一一的把它对应好 咱们一一的把它对应好 挑过来 然后再拨收 这里呢手镜可以适当的松一点 好挂线挑出 挑出 再把它拨收过来 手镜适当的松一点 不要太松哈 好我们就这样的一一对应过去 来缝合就可以 还剩下最后一针哈 咱们再穿过后面最后 后面这一片的最后一个洞 挂线挑出 再把它带过前面线圈 然后咱们也是拨收就可以 好的这样呢 就把所有的针数全部的去收好了 那这个线圈咱们不用断线 我们翻过来 把帽子的正面呢 朝外 现在呢我们不断线 直接从这个地方去挑针 来支咱们的那个帽颜就可以 这个帽颜呢 咱们成能带 一般挑90针就够了 挑90针就够了 好我这里呢 开始用环形针来挑针 我们直接把这个刚才的线圈 套到咱们的环形针上 这个就是咱们的第一针 好接下来咱们这里呢 也是有一个一个的辫子 咱们现在呢 穿到下一个辫子里面 也是穿过它的两根线 这是第二针 就是穿过这个辫子的两根线来去调针 就相当于支了一个下针 好三针 一次调过去 四针 五针 六针 好咱们调了六针之后 然后就空一个辫子 也就是第七个辫子 咱们就不调针 咱们在下一个辫子又连续开始调六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好调了六针 然后这个辫子空掉 又从下一个辫子开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好这里呢 咱们就这样一直的调 然后呢 咱们又是空一针 在下一个辫子去开始调针 好 又是连着调六针 就按照这个方法 大概调出九十针左右就可以 大家一定要记得调双速针 九十针左右 好了 我一共调了有九十针 那如果你是用四根磅针来织 也是可以的 大家就是大概的平均分配一下就可以 好 调针调完了之后 现在我们就开始织这个帽边 这个帽边呢 咱们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呢 咱们要先织一段的这个 那个单螺纹 单螺纹 也就是一针下一针上 好 我在这里放个记号扣 这是我开始结束连接的地方 一针下 支线带上来 一针上 支线放下去 一针下 然后又是一针上 就这样重复的支 一针下 一针上 重复的把这一圈织完 我们现在就不用再加针 也不用再减针 就这样一直的支就可以 大家就这样一直的支 支到最后两针 也一定是一针下一针上 然后就完成第一圈 接下来又去开始第二圈 一下一上 一下一上 就这样一圈一圈的 每一圈都是 不加不减 一针下一针上的支 那么这一段呢 我们大概支五圈 五圈的单螺纹呢 支好了 支好了之后 现在咱们再支 十圈的大平针 也就是 每一针都支下针 每一针都支下针 不用加针 也不用减针 支完一圈 又一圈 一共支十圈 十圈不加不减的 全部的下针 支完了 那现在咱们就可以收针 这个帽子呢 就要全部结束了哈 这个是我第一针的地方 放记号扣的地方 好 咱们支两个下针 再把第一针 套收过来 接下来重复这个方法 手近呢 不用太紧 一般的手近就可以 就这样呢 一针一针的 把它全部收掉 最后两针 最后一针 咱们也是把它套收掉 这样呢 我们就收完了 那因为这个地方呢 会有一个比较大的 就是开始结束的地方 有一个比较大的痕迹 所以咱们可以在开始的 这个地方 再多收一次 好 这样呢 我们就全部收完了 接下来咱们就可以 把这个线头拉长 然后在中间剪断 剪断之后呢 我们再把线头长到这一面 大家这样横着长 长完了之后呢 这个刚才织的十圈的 这个下针 咱们就可以把它卷起来 可以调整一下 让它卷得好看一点 就可以了 这个帽子呢 就全部的织好了